好,我就上網再看一看這個模組的一些攻略 發現其實我弄了這三個東西 這個可以儲存... 不是,應該是個類方法的 譬如是泥土,放下去之後你不斷按它 它會掉下去之後會彈一些東西出來 我們看看它會彈什麼出來 掉了種子出來,還有這些是屬於一些叫做... 這個石頭,鵝卵石 或者一些可以用來弄工具的 這個也是,但是我...我花光癌OK 這個就是閃場癌 那就是可以在泥土裡面分解出這些物質出來的 這個好像叫做無中生有的一個模組 是一個挺神奇的一個模組 有啦,西瓜種子,南瓜種子 那基本上就不需要受這個的吃喝了 這個是不是有機會出到鐵的?看一下 有沒有...有得看的? 有啊,這裡有得看的 嗯...好像沒有機會出鐵的 是不是要找其他方法? 可能要找其他方法 哎呀,又放了狗 我們不要再浪費泥土了 嗯...這裡放回去先 好,剛才我弄了一個石槌出來 這個模組可以用這個石槌 打這個鵝卵石好像會有特別的素材會掉出來的 是嗎? 沒有啊... 有什麼掉出來的? 它還是掉了鵝卵石出來的 好,又回來了 原來是要用另一種的鵝卵石 這個鵝卵石是不行的 大家看到了 就掉了這個碎石出來 這個碎石也挺有用的 那就是說我們在這個空島上面 可以做到打火石的一些材料 或者是用來... 過濾 用來過濾 應該會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我們儘管試一試 是啊,可以的 就看看它會掉些什麼出來 就是碎石了 就是碎石了,有沒有其他 應該可以看的 可以看到的 那如果我用這隻網 它一定是出這些 咦?這是什麼網來的? 哦,OK 我們現在就可以... 合一個這個網出來 然後這個網就可以篩出 更多的厲害的東西出來 OKOK 那其實我們需要篩嗎? 其實不用啊 那如果我要 我直接在這裡滾就可以了 它有機會彈出來的 它會不會不彈出來的 好像真的不彈出來 咦?變了... 哇,變了沙 啊,因為我用錯了 用了這個... 用了這個... 用了這個Harmor去打 如果它八個都沒有出的話 有機會它... 限制了不可以就這樣滾出來 可能一定要過濾 OK,那我們直接過濾它 過濾大概有... 六顆的碎石 這顆 之後我就不斷去滾這個鵝卵石 然後變成這個溺石 再把溺石去過濾 不斷重複造 沒有求得到更多的鐵 好,我們集齊六個 這樣就可以再弄多個網出來 然後再把這裡這樣圍住 咦? 這樣就弄了一個新的隔層網 這個過濾的網出來 然後我們就再弄多一個 剛才那個桶出來 這樣就可以弄多一個出來 放在這裡 或這裡 然後再加長這個位置 免得一會... 一些東西掉下去 好 加長 好,再加長 之後呢 就可以放上這個網上去 這個網就可以過濾一些東西 看看啊 它現在就是可以用這個網 過濾以下這些東西出來 那這個網又怎樣弄 這個網就要用鐵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不斷是... 將那個工具upgrade上去 譬如我慢慢篩選出... 過濾出鐵 然後就再用鐵 弄下一階段的網出來 去過濾 為什麼我在這裡這麼正經 在玩minecraft呢 原因就是因為呢 我現在呢 什麼都沒有的 因為... 基本上如果你想弄什麼 精靈中心的機器呢 大部分都要用到鐵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紅石之類的方塊 或者是資源 但是現在的我基本上一無所有啊 連精靈都不... 鬼影都不多謝 好 剛才又過濾了這一顆的煤 還有這個青金石出來 那感覺上都沒有... 這是什麼來的? 蛤? 哦! 這個就是用剛才那個... 石 過濾出來的 然後這個呢 可以拿去燒就變成鐵 嘩 這麼有趣 那就是現在我們主力 也是要用這個錘子去掘這個石 對吧 好 大概30顆的... 份量就在這裡啦 那就是說我們的收穫就是 這兩個金 還有這八個的鐵 這裡就可以拿去燒 對吧 這個 得到這一塊應該就是純正的鐵 沒錯 那這塊鐵可以做到什麼呢 這塊鐵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包括就有一些... 這個應該是一些Pokemon的擺設 噢! 遲些我有機會可以建一個Pokemon的屋 那之後呢 就... 看一下有沒有一些... 啊! 精靈機 那這部機呢 就需要用到的是鐵錠 還有這個鋁板和鑽石 對了 有了這個過濾器呢 我們很容易輕鬆拿到鐵或者鑽石 但是需要一些時間 而這個鋁板應該是要... 找一個地方突平它的 啊! 突平它 但是呢我都要在網上找一找 究竟是怎樣突平 那個... 那個... 鋁板 好! 去啦!精靈球 喂! 站中一點! 嘩! 他搞什麼啊! 嘩! 他... 怎麼飛了啊? 他去了哪裡啊? 沒有走到吧? 別走啊! 他去了哪裡啊? 他去了哪裡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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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黑白的鳥仔 斗斗甲 撞他! 似出燈眼啊! 防禦力降低 撞他! 激動要害做得好啊! 奇異種子 打死他! 我們不可以輸給這個鳥 雖然他是飛人系 但是應該未必有飛人技 我想一開始 用叫聲 嘩!他有叫聲和燈眼啊! 那最後一個招應該是端 或者是... 嘩!起風! 不是說有飛人技啊 他... 不要啊!朋友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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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了奇異 總之你竟然... 唉... 我都說了 一開始我也有說到 就是... 火系真的... 沒有這個... 沒有那麼差 因為草系真的被... 飛人力黑住 尤其是... 就算不是這個Pixel網 普通一些的...可能... 心甘慰了 如果你選草系 你已經被第一個道館虐殺了 對啦 因為第一個道館是飛人系 所以... 你用菊草葉啊 或者任何草系去打 應該都很危險 對 不過沒辦法啦 應該睡覺就會馬上回血 據我上次的觀察 對啦! 總之就是回血了 你看 痛... 那些草 然後我想試試過濾這些草 應該可以過濾的吧 對啦 可以過濾的 但是過濾不到泥土 呃... 先看看... 泥土可以過濾到這個橡木樹葉 然後呢... 這個樹葉可以過濾到樹苗 或者是金蘋果 或者蘋果... 我還以為可以很有用這些樹葉 那我弄這個剪刀就廢了 那就是說其實我們有大量的樹苗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因為它的機率呢高了很多 跌樹苗的話 高於平時 即是高於平時就這樣等它掉落 那個機率 你看到呢 又淡了一顆蘋果和樹苗 不過最壞的地方就是要人手禁 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要人手禁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它不用人手禁 可能有也不奇怪的 但是要研究一下 因為這個模組我也是第一次玩 不是很熟 都是要上其他網站去看一些人怎樣玩才行 然後呢這個時間呢 都是去掘這個鵝卵石 還有掘這個溪石 然後呢就將它過濾 在這個期間呢 我就再去擴建了這個另一邊的島 但是呢沒有錄出來給大家看 有小鳥出來 喂呀但是它... 沒有飛走沒有飛走 我們要過去打它 好 這些勝利的時候... 喂不要走 走 OMG 喂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啊 喂 喂 它又... 咦那邊有怪 那邊有怪 喂又是隻鳥 喂又是隻鳥 這麼多隻鳥 喂不要走 唉...又去了哪裡 又飛了到街上 哈哈... 為什麼這麼看不開呢 他們全部都飛到街上 為什麼呢 蛤... 發生什麼事啊 究竟有什麼問題啊 為什麼看不開呢 咦... 很多這隻鳥啊 為什麼呢 除了這隻鳥 沒有其他 是什麼原因呢 是不是區域問題呢 我個人認為 是可能跟他生成的區域不同 有關 沒理由長期都是這隻鳥 你看 整天都是這隻鳥 搞什麼啊